大家好,我是唐凤 很高兴有机会收到这七个问题 那接下来我们就逐个来回答 首先第一个问题问说 为什么口罩地图不用APP来写 这样子不是可以省下简讯的费用吗? 我想先说口罩地图没有用过简讯 口罩地图是上百个各种各样不同的开发者 在相同的标准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API之下 去显示出在每个药局 即时的口罩的存量 大人的口罩还有几片 小孩的口罩还有几片 跟简讯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我们负责的就是制定这个API 机器可以读取的标准 我想这位同学想问的应该是简讯实联制吧 简讯实联制我们负责的地方也是一个标准 这个标准叫做QR Code 就是实联制专用的二维的一个条码 那这个条码呢 它制发的时候 它的目的是让这个15码乱数的代码 跟这个店家在哪里 怎么联络到店家的这个对应 不要去放在好比像说我们的电信商 而是放在制发这个QR Code的地方 那这样子的话 透过分散式储存的方式 不但你不需要把你的手机号码留给店家 店家也不知道你到过哪些其他的地方 那你的电信商呢 也不会知道说 你扫的这些15码 到底是哪些店家的地址 只有异调的人员才能够还原 那么因为这是一个开放的标准 所以想要用简讯的可以用简讯 传输的费用完全免费 储存调取的这个成本呢 也是每则0.0000 就是很少很少的钱了 而且不是用每则每则来计算的 是一个总量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也有朋友觉得 它是漫游的门号啊 它不想用简讯呢 那它也可以运用网记网络的方式来传输 也有专门针对这个的扫码器被开发出来 所以我想我们的专注的目的 是要让这个开放的标准 大家可以实作 让疫调的辅助平台 sms.1922.gov.tw这个平台 能够让大家在上面知道 这个真的有帮到疫调的忙 但是至于它是采取简讯传输 或者像是漫游门号的朋友 可以用台北通 那就是透过网记网络传输 这些都是受我们的疫调平台所支援的 第二个问题是 要做出一个好用的网站需要哪些条件呢 需要两个条件 第一个是在你的网站实际上线前 就必须要了解到底哪些人会用你的网站 看来你的网站想要看些什么 想要做些什么 它的需求 它的体验是怎么样的 它的能力 它的限制是什么 那么在网站真的上线之后呢 就是评估的工作 要评估你的网站的功能 它提供的资讯 这些服务 能不能满足你的使用者的期待 它在跟你的网站互动操作的时候 能不能充分了解你的网站 要传递的讯息跟提供的服务 以及最重要的是 它有没有感觉到 不但省了力气 而且心里呢 是安心的 知道接下来要怎么操作 那么这个事前的评估设想 跟这个事后的调整计划 这两个加在一起 就是所谓以使用者为中心的设计思考 这样子的设计思维 不是从技术规格来出发 也不是说你想写什么网站 就写什么网站来出发 而是去找出你的使用者 它面临什么 以及你想要达成什么 这两个中间如果有差异的话 透过一些技术来确保两者都可以兼顾 这样子才是以使用者为中心的设计方法 第三个问题问说 在写程式的路上 哪一类的程式对我来说是比较难的 对我来讲 如果我写的程式是我自己用得到的 好比像说 我有开发一个叫做蒙点的网站 它主要就是提供各种语言中间的字典 翻译 笔画 常用的谚语等等 因为我自己是做翻译的 所以我整天都用得到蒙点 我很清楚知道 想要做翻译 或者是学习新的语言的人 他对于蒙点的要求是什么 他的限制在哪里 所以这样的情况 这就非常的容易 但是呢 如果你自己不是你自己网站的使用者的话 那这个呢 就非常有挑战 就变成比较难的一件事情 这样子的情况下 你就必须要去邀请实际的使用者 进入你的团队 跟你一起开发 举例来说 像我在写关于疫情调查这方面的程式的时候 这个就不是我的专长 我也没有做过疫情调查的工作 这个时候我们就请了 当时在SARS2003年的时候 就担任过疫调工作的我们卫福部的同仁到办公室 跟我在同一间办公室里面 这样我整天碰到任何关于疫调啊 关于防疫啊 各种各样的事情 从疫调人员的眼中 怎么看 怎么样省到他们的时间 而不是浪费他们的力气 这个呢 我就有及时的肯定的这样子的回答 可以从这个之前是疫调人员的同仁这边得到 这样子的情况就可以把比较难的设计的工作 慢慢的就变成我比较能够掌握的设计工作 第四个问题问的是 关于让Siri能够听得懂各国语言相关的一些开发工作 这两个工作没有什么太相似的地方 但是都很重要 而且压力也都很大 我就发现 如果我不用翻写时钟法的话 我很容易太过专心在其中某个工作 而就把另外的工作好像忽略掉忘记了 所以要让我自己可以切换 但是又要让我的同事知道说 那让我专心个半小时再切换到他需要我做的下个工作上 这个呢 就是非常重要的 可以说是在斜杠之中保持平衡的一个方法 而且在次一年2011年 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有了智慧型手机 那这个智慧型手机呢 它常常就会打断我 因为不同的工作就有不同的及时传讯的方法 那这个一打断我 我就开始忘记掉我本来做到什么程度 所以我就开始告诉自己说 同样的只有番茄时钟法 休息的那小段时间 我才去看这些及时讯息 但是呢 在我认真工作那二十几分钟里面 是绝对不会被我的手机所打断的 可以说是在过去的十年里面 如果没有番茄工作法的话 那我大概已经被打断到不知道哪里去了 这也让我可以更加确定 我可以去承受很多不同斜杠的工作 但是呢又不会被任何一个好像是让我过度专注 然后忽略掉其他的工作 下一个问题问说 我们毕竟不能读取脑坡啊 就很容易因为对方的某个表情 只字片语就脑补 可是除非你跟对方非常非常熟 不然这个脑补大部分是你自己的看法的延伸 所以呢只有靠着询问的方法 才能够确定说 你真的能够进入对方的那个世界里面 因为对于任何事情都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角度 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就是我愿意去选每一边站 任何人用各种新的角度 不管看我或者看我的作品 或看我关心的事情 我都很愿意也从他的角度来稍微看一下 而且很有趣的是 当你愿意从对方的角度来看自己的时候 不但可以有所获得有所学习 而且当对方发现到你是很认真的在从他的角度了解的时候 到最后你不管说些什么 他也愿意很认真的来听 所以就是不要打断对方 完整的从对方的角度来看自己 来看这个世界 第六个问题问说 在我碰到困难的时候 我曾经采用什么方法来度过难关 对我来说 最重要的就是开门造居这个精神 也就是说 如果我碰到挑战 我不会闭门造居 觉得好像一定要自己想出全部的解决方法 相反的 我会把这个解决方法 我初步想到的任何灵感 我全部都公开出来 公开之后 所谓的开门造居 就会很多人跳出来说 那你这个的解决方案不是最好的 甚至就非常不好 他手上有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案 也愿意跟大家分享 这样子大家就开始讨论 面对这个共同的挑战 共同的问题 到底怎么样的解决方法 才是更好的 这样子的讨论 不但可以让大家彼此互相了解 各自精彩的地方 也可以让大家不会被局限在 最早的一些想象里面 毕竟万事万物都有缺口 缺口就是光的入口 如果你看到这个缺口 但是呢 你把它掩盖起来 或者是觉得这是你自己的事情 闭门造居 那就没有光线透进来的地方 但只要你愿意把门打开 让大家都看到这个缺口 以及你一开始可能不是很高明的 想到的可能的解决方案 那么大家其实都非常愿意 一起来想这件事情 所以我想开门造居 通常都是我渡过难关的方式 而且每次只要我把这个难关 能够充分的描绘出来 我总是能够学到 我本来完全不知道的 出人意表的好的解决方法 第七个问题问的是 我对于未来 这位朋友很好奇 我还有什么计划要做的事情 我现在回答大家的问题 是2021年的12月26号 那我在下个星期 就会去打第三剂的疫苗 打了疫苗之后呢 我很期待在明年就可以出国 特别是到日本 因为我今年本来答应了 要去东京的奥运会 但是呢 因为当时他们的疫情 突然非常多人确诊了 所以我就没有去城 但是呢 我也有答应日本的朋友 无论如何 我在2022年一定会去日本 除此之外 也有欧盟 就是欧洲的朋友 邀请我去布鲁塞尔 邀请我去巴黎 去柏林等等 我想只要在疫情 许可的情况之下 明年我都非常愿意 去跟所有我们在线上见面 常常见面的这些网友们 安排面对面的会面 好 那我想今天就先回到这边 谢谢大家 新年快乐 拜拜